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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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張椅的特點 首先 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一個Ocean的按摩椅 其實它跟一張電競的按摩椅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它一樣有這些頭枕 這個頭枕可以分離 你也可以拿到後面 它這裡有一個給你墊腰的左墊 你可以放到 好了 當然坐下來的時候 這兩個 是可以調校高低的 另外 另外 這裡也可以 因應你的高度 可以調校這張椅的高低 對 一般來說就是 你自己的高度 最後就是一個 可以向後挨的 裝置 看一下 先放在後面 哇 原來很高 哇 原來很高 好了 現在已經是最後了 是不是很炭呢 這個姿勢 不過呢 其實最炭的 還沒做到 現在我馬上示範給你們看 好了 這張椅子 內有的乾坤 其實就是藏在這裡了 我們打開這個 Panel去看一看 這裡原來有一個 控制的Panel在這裡了 固然之 其實這個椅子 有一個按摩的功能 按摩功能呢 其實我們就要 離開了這些 座線 就可以去試一下 這個功能 好 那我坐下來了 好了 這個Panel來說 其實功能 都很簡單 和容易操作的 第一個就是 Power鍵和暫停鍵 另外就是 按摩功能 按摩功能 按壓的 按摩功能 另外這個是 較上下 和闊度的按鈕 另外會有 自動程式 自動模式 會有三個選擇 另外這個就是 調整肩頸的位置 令到它自動模式的時候 可以很順利地按壓到你的位置 三個自動模式來說 自動模式一 就是做肩頸的舒緩 第二就是活力恢復 第三就是主力按腰背的舒緩 好 我們現在馬上來做一個示範 究竟看一下 它是怎樣操作 根據操作的指令 我們首先要按一下 這個肩頸 它後面的滾輪 現在開始在我後面 開始升高 這樣呢 在EV上升上來 現在 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滾輪 它就慢慢開始升上來 然後呢 它去到某個位置 它就會停了 因為呢 其實它就不知道 你的頸是有多高 和是多寬 所以它有六段可以調校 這個是第一段 那你覺得 其實根本還沒有頸 那你繼續按 那它就會繼續升高 現在呢 它正在升高 好 到這裡還未夠 那我叫它再升 現在已經去到第三段了 現在已經去到第三段了 還有高低 現在已經去到波球位置了 好了 那現在呢 你看到滾輪 已經去到我頸的位置 那就是代表呢 它已經是 它已經去到你的位置 會在這裡開始的了 那呢 那你就可以開始 按這個自動模式 那它就會開始幫你按摩的了 那現在其實就是在這裡 按摩我的背部了 其實它的力度很足夠的 那唯一未足不足的地方 其實它的力度就不能調校 那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它的力度都很適中 那但是如果你針對不同體型的人 那我覺得可能你需要提供一個力度的調校 那會比較適合一點的 那如果你不喜歡它的自動模式的話 其實它都可以讓你用這個 在Batman的模式去控制 那例如呢 譬如我只是喜歡別人的鍊骨 那你可以按這個鍊的功能 那然後呢 你可以按這個上下鍵 去調校 你要鍊的部位 那你可以看到它現在慢慢就會升上來 那譬如 如果你想去鍊這個腰的部份 那你可以升到這個位 那它就會開始鍊這個腰的部份 那你說我不喜歡 我想再高一點 想再高一點 去到 可能去到這個肩膀位 那你可以不斷地按這個鍊 它可以向上 就可以升高了 那好了 除了鍊之外 你也可以按摩的 那這個是一個按摩的模式 按摩的模式 你也可以選擇那個闊度 闊度的範圍 就是說你可以 集中按摩某一些位 或者可以闊一點的位 那你自己去調校一下 這個就是闊的位 可以調校一下 那如果你一路按摩 你都覺得很單調的時候 那其實它是可以給你幫我藍牙的 那你一路按摩 那就可以一路可以在這裡聽歌的了 好 好了 我們最後總結一下 究竟這張椅子的三個好處 和三個不好處 那第一樣東西 那這個椅子 其實就是很省位的 如果你家裡有電競椅 再放多一張按摩椅 我相信呢 不是那麼多人家裡 有這個位置可以放 那現在二合一了 那就完美了 那當然啦 它二合一了之後呢 它不可以做到 全部的按摩椅的功能了 那它只是覆蓋到 這個是肩頸和腰 那但是其實對於 一些人來說呢 其實是非常之足夠的了 那我已經覺得 那而且呢 那價錢呢 非常之抵 那因為你買一張 漂亮一點的電競椅 其實說的是兩三千元 那一張漂亮的按摩椅呢 那可能要五千元上的幾元 那現在呢 加起來都是五千多元 所以其實價錢上 真的非常之抵 那那兩個好處 那還有一個好處呢 那還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它有幾種藍色 可以選擇的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有三種色的 黑色、橙色和藍色 你都可以選擇的 那變了就是 可以配合你的家居 有不同的布置 不同的色系 都可以做到一個配襯 那講完好處了 那就講一下不好處 不好處 剛才我已經提過了 就是它的力度 不能調教 那如果你有不同體型的人士 呢 肥肥瘦瘦 的話呢 都可能需要不同的力度 去配合 那這個呢 可以在下個版本 希望可以有改善 那另外呢 有一個地方就是 這張椅子 其實呢 都很重的 那有時候呢 我們很難的嘛 就是想它滾 這張椅子的時候 例如我這樣 拉 其實呢 有一點點難度 因為它是 比較重的 雖然有滾 那最後一件事的話呢 這個呢 我就覺得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火牙設計呢 就想得不夠周全 那當你呢 不用這個按摩功能的時候呢 其實呢 你就發覺這個火牛 就在這裏條條性了 那你放在哪裏呢 是沒有地方去放的 那它 雖然它前面這個 叫做魔術貼的位置 可以讓你貼著 那個電線 但是沒有用的 你不敢定住這個火牛嗎 那所以呢 我自己想到的方法就是 但是可能你要 找一個手袋 那你自己裝著那個火牛 平時你不用的時候呢 那可能呢 就是要 掛在這些位置 那我覺得這個是 比較 比較 順悉的地方 那但是 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覺得這一張椅子 那個質料啊 或者是物料啊 上面都不錯 做得不錯的 雖然 你一看一枝是 做皮 但是它坐下去呢 那個軟硬度呢 都很適中 和很舒適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 打遊戲也好 或者是 在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也好 那我覺得呢 如果你一路做事 一路按摩 一路玩 一路按摩 真是很perfect的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你的收看 拜拜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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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